我们四川人一定要吃第一个兔头 第一个兔头 本顶啊 哦 兔头四川都卖空了 我们四川人吃兔头 比你吃肉还吃得多 每一个兔头 兔子喝着兔子我们四川 四川人太好吃了 四川有好味 有好味 外面吃的饭是不小心的 来来你几个肉 兔头可再买点 3块钱够 七圈兔头 学制啥的早晨两年钟学制的 这个也是店里的招牌是吧 每桌必点的吗 对啊 但是这时候我们就吃了一点的 我们就在几个汤子 今天中午咱们来这个三道街吃一个这个肥肠鱼 成都十大苍蝇馆子 十五年老店 其实看这道街的人流量不是特别多啊 但是就是这一家人特别多 门口站的这么多人都是在这等着那个排号的 哦 您是说中午的时候人还不是最多 晚上人最多 我都买的 也只能买 这么多还不多吗 哈哈 我说我们家是苍蝇虽小 但是我这样全拒全 小馆子小馆子 非常有名气哈 马上那两块子 也没有说的那么一名 这个是做脆皮鸭的是吧 全皮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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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招牌全皮鸭 哦招牌 看这个鸭是多好的 像这个鸭子每天要准备多少呀 几十个 几十个 是限量吗 不是限量 这不叫限量 只不做 只能做出这么多货 太多了也做不出来呀 对不对 哦 我们也想多做一点啊 是不是 做不出来啊 做不出来啊 你看我们那个好多到公司了 看其他都鸭子 它拨出上都不特别处理的 我们这些鸭子拨出上 你看后面 真的这些都是把它搅着的 哦 这个很干净的 而且鸭子比较大 质量也比较好 就是这个二头的鸭子 放养的啊 嗯 好几十个鸭子 这个鸭子比较好 我们现在大约就是十五百斤鱼 肥肠呢就是一天十五百斤 一点也不夸张啊 咋办 我们咋办就是肥肠鱼嘛 我们甜皮鸭 还有那个柠檬葱 都买得非常好 我们现在总共加我 这个二十个人嘛 没有分点吗 嗯 没有分点 我不做分点 管理不好 怕硬价那个 那个火锅 对 我们那个店 所有的口味都是小吃的味道 这个就是每天要煮的肥肠吗 对 这一盆够不够 不够 不够 那这一天肥肠大概有多少斤啊 像这一天肥肠大概有多少斤啊 一天肥肠大概大概五六百斤吧 五六百斤 五六百斤 但是我们杀出来我们全都是和鱼 新鲜的 黑龙鱼 黑龙鱼新鱼 就是大花莲 花莲 哦 我们全都是鲜活的 杀的在我们全都是鲜活杀的 像这个鱼的话 一天要准备多少斤啊 一天几百斤吧 几百斤啊 几百斤啊 是要把它杀了之后 像那个鱼片吗 对啊 哦 还有鱼一百斤多少 这么多还不够吗 不够 不够 要把这个鱼的新鲜活骨 先杀一部分 哦先杀一部分啊 接着一直杀哈 这个都要先把它腌一下吗 对 让鱼再更加冷淡一点 哦 我少吃了啊 你听得不 听得冷一点点 哈哈 我感觉四川话讲起来 特别有意思 特别好听 很冷话不好听吗 很冷话也好听啊 我要是说很冷话 你们都听得懂吗 我也听 大部分都能听得懂 哦 这个是蘸碗是吧 哎 蘸酱 蘸酱 这个都是你们给调好吗 哎 我们给调好 也可以自己调 嗯 看这个料还挺丰富的 嗯 摆这么多中午够用吗 不够 还要再摆 摆几回 摆好几回 摆好几回哦 嗯 走得很咯 太累咯 我等你摆一遍 这边都是烤好的那个甜蹄鸭 烤的应该是那种脆皮的 上面全都是一层芝麻 这个鸭子是论芝麦的还是论筋麦的 有筋麦的 有那个一份麦的 半字麦的 一只大概是多少钱 一百多 一百多哈 这个甜皮鸭它的皮是甜的吗 这是啥 你这个 脆甜的哈 咱们的那个时间 除了睡觉就在工作 咱这儿就是人家消费是多少钱一百 就是看你的消费能力啊 有些人家点的东西 就点的上 因为就是说 基本上有七八十 我们家就是先点先坐 每个都是先坐 咱们家一共有多少张桌子 七十多张 四十多张 有翻台吗 平时都 没有翻台 要翻好几轮 要翻好几轮 这是什么 这提前预定了吗 提前预定了 哦 先预约桌子哈 先预约桌子哈 那我上预约 好了 走了吧 停 停 看这边门口 站的都是蹬尾的人 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棚里面也都坐满了人啊 他带份儿鸡就带份儿酥的 管理呦 听话 一份儿酥的 巴士一份儿酥的 我都要酱了 吃糖呢 你们吃有吃的鱼还是没吃的鱼 吃 不都要吃一份儿鸭子 就是说我们家的话就是这个鱼有吃 但这个鱼的肉比较嫩 肉质比较嫩 这个鱼就没有吃 要不要吃这个鱼 要花莲吧 花莲吧 花莲的话 可以 好 你们要不要吃兔头 要两个兔头吧 要用微辣这个汤来浇这个调料哈 对对对 你吃的辣不辣 微辣 是这样哦 好 可以吃了 然后就是把那个菜拌到这个 你来转去就吃了 转起来就可以吃了 对 好的好的 可以吃啊 好谢谢你哦 谢谢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成都的三道街这边来找一个肥肠鱼吃 听说这个是一个在成都非常有名的一个苍蝇馆子啊 我们点的这一锅呢就是他们这儿的招牌肥肠鱼 我第一次知道肥肠和鱼还能这样搭配起来一起吃 也是一次非常奇特的体验哦 我们是两个人就点了这样的一锅 它这个锅底是三十多块钱 然后里面的那个鱼肉和那个肥肠都是要再加的 我们加的是有两斤的鱼肉还有一份肥肠哦 看这上面一层的辣椒红油 看着就挺辣的 我感觉来到成都这边吃饭好像都挺辣的 这个应该是笋片 铺在上面的 先尝一下这个笋片吧 鱼和肥肠都在下面的 蘸一下他们调的这个料汁 他们这边因为人太多嘛 都提前把这个料汁调好直接端上来了 尝一下 脆脆的口感还不错 刚一入口就感觉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再捞一下里面这个肥肠还有鱼肉 还有午餐肉 还有一些素菜 老板说这些素菜都是点这个锅 都是送的 素菜是不用点的 都是有送的 片好的那个鱼肉 花莲鱼肉 这个鱼肉好嫩啊 而且能看到他们这边这个鱼呢 都是那种鱼鱼现宰现杀的 就是脆脆的 但是这个味道还不错 麻麻的 其实也不是很辣 肥肠都是这种切好的 说实话他们调的这个料汁 我觉得还是挺符合我的口味的 里面的那个麻味比较重一点 而且现在还不到12点 看我的身后 这边已经都送满了人了 老板还给我推荐说他们家的这个卤味都特别好 这个也是店里的招牌 叫做甜皮鸭 这个皮确实是甜的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 就是微微甜吧 里面这个鸭肉比较紧实 而且是咸味的感觉 卤出来的 外面这个鸭子的皮是脆的 芝麻很多 特别香哦 而且这个甜皮鸭 基本上是美多必点 我本来以为这个应该是那种 像是烤鸭一样烤出来的 但不是 是卤的 这个鸡爪也是店里的招牌 喷起来特别待见 不要吃 他们这的每一道小菜都是他们这的招牌 味道确实都不错 而且他们这的小菜好像要比这个非常鱼 卖的更火一点 它这个锅底料非常好吃真的 它这个锅底料非常好吃真的 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油 处理的非常干净 它这个锅底料都不油